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些娛樂圈的事 說賺錢 看到標題有個楊千華 朱元玉潤 胖得來也有皺紋的,厲害厲害 說他現在在內地變成了綜藝天后 吹到厲害,過千萬的廣告代言一年 我們稍後詳細說一說,還去打拳 你不要以為我們香港才打拳 人家現在大陸也打了一份 不知是否在香港搞起了,大陸也打拳 楊千華也打了一份,厲害 我一說一件是我今天親眼見到的 挺厲害的,在尖沙咀那裡 ERROR在鬧市搞活動,引超過200人聚集 警察到了 說那些粉絲說在現場涉違反了599G 警察驅趕粉絲就鼓噪 當然鼓噪了,我們來看193 因為599G會罰錢的 會罰五千元的 走過 有些人說,有什麼看啊,有什麼看啊 每一句就得到,當然看明星 有什麼看啊,你說,有什麼看啊,你說 是否才有這麼多人,我也看到了 一個大電視看到193在賣檸檬茶 就說他和肥仔拍完自肥企劃 人氣大增,競接廣告穩真 今天下午兩點鐘,郭家俊 即193和肥仔,即是兩葉 兩點鐘就在尖沙咀出席這個飲品的宣傳活動 就吸引200粉絲到場 有頭牌粉絲透露,早上八點就來了 因為今天也很大雨 這麼厲害? 比我更勤力 我早上起床八點報新聞的時候很大雨 去到我外出吃飯的時候,他站到那時候 真的挺慘的,站了六個小時 就打算見193一面 這個活動就說是 在下午兩點十五分左右,接近十名 警察突然開咪,驅趕粉絲 就涉違反預防及疾控的條例 那就599G了 即時驅趕外圍的粉絲 到場外拉起封鎖線 又要求場內參與活動的粉絲 以四人一組分開 這樣搞法 就說 主持兩道開咪,又勸喻粉絲保持社交距離 怎麼保持呢? 200人這樣 都出馬路了 當然是鼓噪了 希望他們不要太過失控 因為粉絲的事情很難說 去到2點52分 活動才正式開始 即是延遲了五十多分鐘 他們找真銀 但你說真正的真銀就是北水 香港能賺多少錢呢? 不知道了 其實以我所知 一定沒有大陸的十分之一 你說說楊千華 千萬代言一個廣告 他們就百萬 扣經理人 也有幾十萬落袋 但楊千華這些已經不是公司可以控制到 其實香港的藝人 遲早回大陸賺錢 肯定是 我猜現在新一代這麼厲害 兩年之內 現在是2021年 我相信2023年之內 你看到最紅的香港偶像 應該都會在大陸出現 我猜而已 不過應該都很準 到時候你們就不要太傷心了 剛才走過尖沙咀 我也看到Anson Lo 是不是今天生日 還是最近生日 生日快樂 看到有粉絲跟他拉起了一個板 我看到的 好了 說回楊千華的北水 找得怎麼樣 厲害了 香港人不要他不要緊 擁抱大中華 在內地變成中藝天后 厲害了 除了自己上台唱歌 最近在綜藝節目裡 又抹著老公一起分享自己的私生活 正在熱播 現在大陸有套做家母的男人衣服 也很受歡迎 他又馬不停提賺人仔 又加盟最新一輯 誰是寶藏歌手 在香港看到楊千華就不容易了 大陸現在很多節目都看到他 所以說 真是 走下一個就一個了 我們香港不要他 其實我覺得他更開心 如果以錢那方面更開心 當然他們當然想吃兩家柴賴 香港又開心 大陸又開心 但香港就 看到他很不開心 說到他現在賺錢很厲害 很多節目 有一個 之前說他是恆酒中的CD 那個節目叫為歌而讚 罵過了 有沒有那麼誇張 他們大陸的喜歡這樣 有些唱唱 有些粉絲聽到哭 流眼淚雲低也有 很浮誇 說這個做家務的男人衣服 又成功洗底 說夫妻二人是圈中的典範 而楊千華最近加盟了瑞士寶藏歌手 和一個無不義 一起擔任踢館歌手 瘋狂吸金 雖然以內地不成文規定 千華都只是陪跑 但是內地發展 更好過你在洪館開演唱會 嘩厲害了 但是他現在 就是人家說他 在內地的知名度 其實是陪跑的 不是主力想看他的 不過有人爆了他的 賺多少錢 就說楊千華 全他半年 已經吸金千萬人民幣 即將上演 打拳真人鬍 楊千華也做權手 真厲害 北上接作價絕密曝光 究竟多少錢呢 現在說楊千華在大陸推翻新歌 因為他沒有普通話歌 要打這些市場 又要有普通話歌 除了參演了綜藝節目之外 音樂會、帶貨直播 以及廣告的拍攝 有指在內地兩個月 已經接了不少工作 保守估計這半年內至少吸金一千萬 另外 近日在網上封傳一個以 國內首當全明星 拳擊競技中藝 即是打拳真人鬍 之前不流行 我也懷疑是香港搞起的 會不會是呢 有沒有這麼巧呢 他見有Noise就打拳 他的賣點就是 全新的中藝節目 叫做權力以赴 真人鬍 蜜羅緊鼓籌備 看到楊千華有些相片 正在練習 但感覺上他也不方好打 但還是女生打女生 有些什麼人 他會和什麼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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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裡面有一個 出名好打 出名就在戲中好打 但真人好不好打 都很好打 就是欣子丹 欣子丹有份參加 你想一下 用什麼錢才能聘請他 他是一個荷里活明星 但是他也做了 他也做了 五十多歲了 真的打 我覺得欣子丹會可以的 只是體能而已 練一下跑步 練一下氣 打拳其實就是體能行先 欣子丹曾經厲害 在街上一個打九個 保護萬爾文 那些飛仔聊他 一個打九個 欣子丹真的會打 但上台 你包了拳套 就不是拳拳打爆別人的弱點 究竟可以打成怎樣 這個我有一點興趣 因為欣子丹打真 女生方面 楊千驊有可能的對手會是誰 阿Jam 鄧紫棋 有份 GEM 現在不可以叫阿Jam 叫G.E.M. G.E.M. 分分鐘和阿Jam打 還有一個叫張宇二 張宇二也有份 應該請小S 為她老公說 做連打獲勵 受人見面 訓愛眼紅 那就更好 應該請大S 請大S過來 可以說是很有噱頭 這件事 有二十四個明星拳手 入營授訓 現在經過三個階段的比賽和淘汰 就爭奪三個就是輕量級拳王 重量級拳王和金腰帶的殊榮 24位明星 近日名單網上瘋傳 有些不認識的就不說 有些就認識的 有楊千華 欣子丹 張宇宜 李志廷也有份 林丹 林丹是不是打羽毛球 還有一個叫張倫錫 雖然官方仍未公佈落實的名單 但已經惹起網民的熱議 當然了 因子丹打針 年紀是最大的 但應該最好抽的是他 李志廷也厲害 李志廷的手長腳長 好像在大陸拍過動作片 他們現在全部都玩這些 其實明星最值錢是個面子 去拍這些 先說回楊千華 今年四月正式在上海工作 又指他短短時間裡 已經接了不少工作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加盟了內地一間 人脈強勁的經理人公司 叫做泰川楊和 好像日本名 泰國的泰 四川的村 洋服的羊 和港草的和 幾次日本名 一直有傳千華 在內地商演價至少人民幣 就要120萬起跳 即港幣144萬 你看到他在曝光 就要144萬起跳 最便宜的 我想香港 拍過廣告 六位數字 現在的藝人 最多 我估計 不是說劉德華 不是說王子華 那些 就是現在的新進明星 我分析而已 不是說什麼 你知道的 大概價錢 廣告代言 以兩年計 因為他的品牌 一來就兩年 是你的 至少人民幣 就要1500萬人民幣 即港幣 就要18505萬 哇厲害 楊千華也18505萬 一個廣告 不是年計 即是一隻品牌 要用你的 兩年 這隻品牌 就18505萬 哇誇張 至於中藝節目的酬勞 視乎節目性質而定 有傳 楊千華 中藝酬勞 至少叫價人民幣 500萬 哇 更誇張 我剛才以為 你上一上那些 中藝節目 就是 144萬 誰知不是 原來是 港幣602萬 你每次看到他在 唱歌行走中的CD 就收600幾個 哇 真是 厲害厲害 欣敬 欣敬 那麼 說到 如果你要賺錢 還有一個 又是北上吸金的 說他撈到風山水起 再演諸八戒 隔25年 就是這個黎耀祥 說到 他現在 又是頻頻回大陸商演 哇 這些一回到大陸 真是盆滿盆滿 你說 香港明星 看到 怎麼會不心動呢 每個人都益益的 真是 我沒有 但是我反而沒有 因為我不喜歡做這件事 當然 如果有得做的話 你會不會不做 我不是那條名 有些事情是不能恨的 對不對 做人的事情 是知足常樂的 我覺得 我又不會特別恨 但是有些人 在做那一行 我不是 我不是藝術 沒有公司 有些人是藝術 可能他真的會恨的 哇 多了很多錢的 真的 香港 香港很多 你以為他在街上 你看到他 報警版 或者宣傳版 你看到他 其實真的賺不到什麼錢 反而大陸沒有人認識 那些都賺很多錢 是啊 厲害 黎耀祥又拍內地電影 相隔25年 再演諸八戒 網友很期待 原來 黎耀祥2014年 拍完電影 蓋世英雄之後 在大陸 再沒有再拍攝 在大陸 事隔七年 最近罕有地再接拍電影 在內地接這個電影 叫做大夢西遊之五行山 嘩 改道幾多個版本 日前開鏡 接著說 參與者的他全程 笑容滿面 心情大好 雖然不是男主角 但是知名度高 所以搶盡風頭 竟然是這樣 是的 之前聽過方力申說 強哥這些不是明星 回到大陸 TVB那些男一 很誇張 所以 他那時候說馬德忠 他說馬德忠做完衝上雲宵 上去揮揮手 那些人尖叫 香港 反而娛樂圈就是這樣 大陸的娛樂圈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你會見到這麼多人 嘩全部上去大陸大陸 那當然 香港有些人說 哎 上去不要回來啦 這樣 很多人真的不願回來 我見有很多啦 你說 李隆基 剛剛今天才說完 七個物業在大陸 還有一個 高天咒 哈哈 就是說人 臭雞那個呢 哇 說他超多物業 還有超多錢 又是大陸 拍攝 拍攝那些 那些 這個撲太大了 即是在香港呢 我們拍電影電視 電影啦 電視不要算啦 電視垃圾 電影 不是 電影都是很適味的 香港 電視垃圾的意思是 我說電視的薪酬 真是很慘 在全世界去過其他地方拍戲的 都說我們香港拍攝是乞丐 這些我聽前輩說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這樣說 讓他們檢討一下 但他們不會的 會繼續在這個地方 繼續 糖水滾糖魚 很慘 做這行真的很慘 那如果你在大陸 對了 即是怎樣說呢 譬如你在香港 經常說Casting Casting 即是試鏡 試來試去 是沒有一部電影是拍得成的 經常去到開鏡之前 經常說找不到金主 投資 其實很瞞生意 金主覺得有得賺 他就投資 劇本各樣 他覺得又回不到大陸 又去不到馬來西亞 那些劇本 所以純本土港產片 一定要支持 我經常說支持本土港產片 因為他們不拍 真的沒有了 全部是麥合拍片 但在大陸 我有些朋友 在橫店那裡Casting 試鏡 他們不是香港這樣的 我朋友 即是同一件事 他在香港試鏡 就是等電話 有人打給你 你就去哪裡試鏡 等很多天再去試鏡 如果去橫店 他說不用了 他說有一間房 好像幾層高 又可能有三四層的單位 三四層 不是三四個 是每一層 有十幾二十個劇組 天天在Casting 人 你不用了 你去排隊 坐在門口 你說來試鏡 然後他全天 見完這間就見那間 見完這間就見那間 因為他本來在演藝學院畢業 他那時候就是這樣 有幾個電視台 找了他做一些角色 很少角色 錢都不多 不多 但是他回到大陸 人家就當他明星 因為不同香港 香港其實當明星 不是明星 大陸依然當明星是明星 澳門也是 澳門也當明星是明星 以前就是 幾年前我去澳門玩的時候 有個粉絲告訴我 即是那種感覺很不同 香港就沒有明星 當然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某些報紙媒體 說一些壞事 令到他們 沒有了那個叫助力 這樣 這是一部分 另外香港人 生活各樣都不會 那麼 離地 還有香港明星很容易撞到 街上那麼多人 所以 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又覺得 因為我其實脫離了一圈 講到這裡 可能經常都會有人在想 阿嬤仔是不是什麼 又想又不想阿嬤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如果想的話我一定會入TVB 但我不是 TVB他們還有少少的 叫助力 在大陸人們都會看它 譬如廣東省那些 但其餘 譬如在網上 又翻不到場 YouTube那些 即是有翻牆 但YouTube大陸又沒有 是只有少量的人 人氣而已 但我覺得做人 就知足常樂 希望香港的藝人 看有多少可以堅守自己的原則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些人上去 很雙重標準的 有些人上去又沒有人罵 有些人上去就被人罵得很糟糕 所以香港人每個人看 每一個藝人都不同 今天時間分享到這裡 祝香港的娛樂圈 大家大放異彩賺多點錢 今天時間到這裡 拜拜